装置为防车内烧炭自杀装置 当政策到车内使用浓度超过一定标准值时 将迫使电容窗下降 并同时驱动鼓风机风扇 达到降低车内使用浓度 避免自杀者死亡的目的 因本装置为初次研发 故以模组展示为主 接下来看到的是我们电动窗模组 这是我们电动窗模组正常作动的情形 接着看到的是我们的鼓风机模拟模组正常作动的情形 画面上看到的是我们的电动窗模拟模组作动的情形 右下角画面看到的是我们将烧红的木炭置入我们的模拟车厢中 模拟人们在车内烧炭自杀的情形 稍待一片刻 当装置侦测到CO浓度过高时 即会驱动我们的电动窗马达 将电动窗降下 并同时驱动我们的鼓风机风扇 加速车内空气的流通 能使车内的CO浓度迅速降低 接着左方的电表是我们的比较电压 右方的电表是我们的输出电压 当输出电压高于比较电压时系统机会作动 画面上看到的是我们的CO侦测器 显示的是我们模拟车厢内的CO浓度 下面是我们的研发过程 接着看到的是我们的电路图绘制 这是第一板电路板 改进后的第二板电路板 第三板电路板 接着我们由面包板试作 制作模型架 整个电动窗试作模组 测试作动 接着焊成电路板 制作鼓风机电路模组 装饭完成 装导胸机 制作完整模组 车厢 电瓶架